王小的学伙伴们大家好 每次进闭点点 这次我们继续来介绍企业存组端题的内容 在上段课呢 我们介绍了一般性的事物处理方式 我们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总经营讲解 大家一定要注意理解的内容 那么这次段呢 我们来说说特殊性事物处理的相关律师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知道 要想选择用特殊性的事物处理方法进行处理 必须要满足条件 这就是我们说的 适用于特殊性事物处理的条件有哪些 这块呢 一共是五个条件 要同时符合 那么这里边呢 它有定量的 有定性的 另外一个呢 我们从这个时间段的角度考虑呢 就是叫做从组前的 以及从左后的 从组前的三个呢 我就要看你这个目的性是不是好的 要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 而且呢 不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 你要以这个为主要目的的话 那么就跟事物机关对着干 那不可能要你用这个特殊性事物处理的方式 所以这是第一个 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 然后呢 不以这种对税款产生影响的这个目的为主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要求被收购合并或分立部分的资产和股权比例 符合规定的要求 你比如我们后边在结合具体的从组方式时会说到 我要收购你的股权 那么不能低于50% 好 那比如我们在一般从组中举那个例题 它就符合这样的要求 我买你的股权 你有一亿股 你卖了80% 就是8000万股 还进这道题吗 这道题我们在这堂课题还会用 用同一道题改一个条件 那么就比较一下两种发法的一同 一道题比较 效果可能就更好 是吧 好 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要求 这个资产或股权的比例符合规定的要求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买你这个8000万股 是吧 那咱俩谈好了每股是10块钱 那么8000万股乘以10块钱 咱俩需要成交的 我支付给你的对价就8个亿 对不对 那么还记着我们在上台课讲了 这8个亿里 我给你7.2个亿我的股票 我增发股票给你 对吧 剩下的8000万我给你银行存款 那么我们把银行存款叫非股权支付的方式 把这个7.2个亿叫做股权支付的方式 对吧 7.2个亿股权支付 就像我说的跟老太太买冰棍的话 3块钱的冰棍 1块钱的现金 2块钱的彩票 对吧 那这个彩票就叫股权支付 这个1块钱的现金就叫什么 就叫非股权支付 对吧 那么第三个条件就是 咱俩这个从组交易对价中涉及的股权支付金额 它符合规定的比例要求 那么你像股权支付额不得低于交易支付总额的85% 那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那么8000万是这种非股权支付的方式 对吧 那么这个7.2个亿是股权支付的方式 那像那90%是股权支付 跟8个亿比 对吧 所以这两个都是符合要求 我收购你80%的股权 然后给你钱里边90%都给的是股票 这种股权支付的方式 这就满足了三个条件 然后咱俩就高高兴兴的 对吧 开始成交了 那么这时候注意这三个条件满足 不能适用于特殊重组 那么还要看什么 看重组以后 我们规定 企业重组中取得股权支付的原主要股东 在重组后连续12个月内 不得转让所取得的股权 那么另外一个 重组后的连续12个月内 不改变重组资产原来的实质性经营活动 两个12个月 两个12月 那么这时候也就是说 要想采取特殊重组方式 那么重组完成以后 还要观察这么一段时间 是不是啊 你看这有两个12个月 好了 那这五条 我们考试的时候 要求大家文字性的熟悉它的基本规定 好 这叫满足特殊重组方式的条件 同时满足才可以 那么假如提摸录告诉你了 它满足了这种特殊性事物处理的条件了 那么它特殊在哪呢 这个就要说一下 企业重组符合特殊性事物处理条件的 那么最特殊的处理方式就是针对的是交易中的股权支付的部分 那像我刚才举的例子中 我买你的8000万股 那么一共8个亿成交 我给你7.2个亿我的股票 也就是90%是股权支付的方式 那么实际上只有这90%这个部分 它才按照特殊性事物处理规定来执行 剩下那个10% 我不是给你的8000万的现金吗 那对你来说就按一般重组方式处理 那么一般重组方式什么呀 那就是你要确认所得和损失 那我要以工人价值确认收到 我买这项股权的积税金 所以特特殊在哪 特殊在股权支付的部分 非股权支付的部分 实际上遵循了我们说的一般性事物处理的规定 那么我们可以是这么一个角度考虑 可能就更好理解了 你想你把东西卖给我了 我给你的是什么 是股票 对吧 就跟我给老太太那个是两块钱的彩票一样 那么这个时候呢 根据纳税必要资金的原则 那么让你确认所得和损失 确实呢有一定困难 所以我们按比例确认 按比例确认 那么这块呢 大家要知道只针对股权支付的部分才特殊 好了 那么这时候我们来研究一下 这里边可能的考点 第一条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知道这个结论就可以了 那么企业债务从组确认的应纳税所得额 如果占这个企业 当年应纳税所得额50%以上的 那么这个时候 可以在五个纳税年度内怎么的 均匀计入各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 均匀计入 那就是要除以五 相当一个平均每年都一样的 对不对 好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企业发生债转股业务 在一般从组方式下 我们的债转股也好 或者非货币性资产清偿债务也好 都是卖 然后呢 还 是吧 那我们说出了上堂课一般从组方式中的 关键词叫分解 但是在特殊从组方式下 当发生债转股的时候 对债务清偿和股权投资两项业务 注意 斩不确认有关债务清偿的所得和损失 那么股权投资的计税基础 也是以原债权的计税基础确认 你看怎么呢 他就斩不确认了 这两条呢 大家把这个结论稍微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的核心点 还是要看股权收购 资产收购 写合并分立的具体处理规定 那么这块呢 大家还是要回忆一下一般从组方式 杨老师说过这么一句话 一般从组方式下 支付对价的方式 对买卖双方来说 它的收入处理是没有影响的 我们所谓的卖方 就是备合并方 备收购方 备分立方 转让方 那么他要确认所得和损失 卖冰棍的老太太 他算的时候就比较单纯了 他不说彩票不算了 他说哎呀我收到了三块钱对吧 他要去卖这个冰个 收了多少钱 然后算他的所得和损失 对吧 所以对价对他的收入理没有影响 那么买方 也就是我们上头说给大家说的 合并方 分立方 收购方 受让方 那么他收到 这项股权的计税基础 那就以什么 工人价值作为计税基础 我买你的东西 收到股权也好 资产也好 或者是负债也好 那么这个都以工人价值作为计税基础 这是我们上堂课 已经搞定的事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这堂课 在特殊重组方式下 满足前面说的一个条件了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注意 一定要有什么思路呢 就是比例的思路 一定要有比例的思路 那么对你的对价中 这个时候对价就对市优处理有影响了 如果是股权支付的部分 那么这种情况下 卖方这块不确认所得和损失 而对非股权支付的部分 卖方要什么 要确认所得和损失 那么用我们之前的例子 来说一下这个事 你有这个比例的思路就可以了 这个例子跟我们上堂课讲的是一致的 不同点在哪呢 就是把按上堂课的一般性事物处理方法 改成了按特殊性事物处理方法进行处理 就改这么一句话 那我们拿到题以后 还是要快速的判断 假它是什么 它是卖方 对吧 那么乙是什么呢 它讲80%的股权让乙公司收购 乙就是什么 买方 对吧 那么根据我们刚才的讲课的顺序 我们先不考虑买方 它收到这项股权的计税技术 我们先研究一下卖方卖了东西 它到底怎么确认所得和损失的问题 那么回忆一下 在上头课讲一般从组的时候 我们说很简单 那就是你把8块钱的东西 甲方卖 把8块钱的东西卖了 卖了10块钱 一股赚了2块钱 那么它一共8000万股 赚了1.6个亿 就这1.6个亿 确认所得和损失 这不就是我们一般从组方式下的吗 对吧 但是根据提干 我们知道 它选择符合特殊税务处理条件 它用这种方法进行处理 那么它的股权支付的比例是 7.2个亿 90% 对吧 那么它银行存款 它支付的比例是10% 对吧同学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注意了 根据我们刚才的讲解 对股权支付 这个90%的部分是不确认所得和损失的 只有非股权10%的部分才确认所得和损失 所以这时候我们经过分析 那我们就知道了假公司作为卖方 它只有非股权支付额对应的资产转让所得才交税 那什么就是10%的比例 你看一般从组方式下 是1.6个亿 那么我们的特殊从组方式下 只有对应的非股权支付的部分才确认所得和损失 这个1600万就出来 所以大家去体会这张表是不是就很简单 就是我说的一定要比例的思路 对吧 你一般从组会了 你特殊从组的话 那么股权支付的部分就不确认就可以了 那这道题恰恰是90%吗 对不对 如果我们说个绝对的 说这个8个亿 它全都给的是股权支付 比如把这721亿改成8个亿 全都是股权支付的方式 那就全都不用确认 是吧 全都不用确认 是吧 大家注意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公式 所以这个公式你不需要背 对吧 什么呢 就是从组交易各方 按规定对交易中的股权支付 斩不确认有关资产的转让所得和损失 那么其非股权支付 仍然在交易中确认资产转让所得和损失 然后这个时候非股权支付对应的资产转让所得和损失多少呢 就是刚才那个计算的公式 所以这块公式你要会用 但你不用去背 你理解就可以了 就用转让资产的公众价值减去被转让资产的计税基础 对吧 那就是说我们一般从组方上8个亿减去6.4个亿 不就1.6个亿吗 1.6个亿乘以非股权支付的金额多少呢 这道题是8000万除以被转让资产的公众价多少呢 8个亿不就10%吗 所以呢 我们就直接这么简单说了 它这块才是那个公式所对应的 大家灵活运用 这10%怎么出来了 不就是那个银行存款支付的8000万除以8个亿吗 是不是 要能够回 明白了吗 这块大家要能够注意 好了 没有研究完呢 没有研究完呢 我们只研究完了卖方假公司 他在特殊重组方式下怎么确认他的所得和损失的问题 只有非股权支付所对应的比例才确认所得和损失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看 以公司作为买方 他是不是就收到了假公司卖给这个8000万股啊 那么他收到这8000万股就要研究他的计税基础 这个我们在一般从组方式下是不是说了 你在一般从组方式下 那么买方收到这些啊 从组标的物的话 也要研究他的计税基础 当然一般从组方式很简单 就是工人价值就可以了 而特殊从组方式下按比例确认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以公司怎么确认呢 以公司他收到股权的计税基础 大家注意啊 那么其中 股权支付的这个90%的部分 要以原有计税基础确认 那么8000万股的90% 不是有7200万股吗 7200万股要按原有计税基础确认 那么我卖给你的时候 原有计税基础是8块钱的 所以叫原有计税基础确认 这是90%那个对应的比例 剩下那个10%对应那个比例 就要以公人价值确认 那就是支付现金那块 是不是啊 那他的公人价值就是8块钱了 所以两个加在一块 那就是6亿5600万 听见了吧 而我们的一般重组方式下 以公司收到股权的计税基础 就是那8个亿 所以大家看是不是按比例啊 按比例 这个90%的话 是7200万股 按原有计税基础确认 这个10%是800万股 按公人价值作为计税基础 对吧 那800万股 每股的公人价值10块 不就是支付那个8000万的银行存款 所以特殊重组没有什么新鲜的 你一般重组会了 那么特殊重组就是找对比例 就OK了 所以一定要有比例的思路 只有非股权支付的部分 才确认所得和损失 那么买方按公人价值作为计税基础 那么换个角度来说 非股权支付部分 它这个比例是一般重组方式处理就可以了 而股权支付所对应的比例 那么它怎么不确认 是以原有积税基础确认 对吧 好 大家注意 脑子里一定要刻画出这个表格的东西 才可以 好了 那么接着呢 我们来说说啊 这个处理 它对应的教材中的这句话 就是收购企业翻译下买方 取得被收购企业卖方 那这道题就是以公司取得假公司 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 是不是 那么那就以被收购股权的原有计税基础确认 那被收购股权的原有计税基础多少呢 是8块钱 那么谁是被收购股权 那就是卖的那个股权的原有计税基础确认 然后其中非股权支付的部分要调整相互资产的计税基础 那就是我们的按比例确认 所以这些理论的东西啊 你不要死尽尽背 我们拿案例去理解脑子里刻画的是 我给大家总结的那个表格 把上堂课和这堂课的都总结到了一个表格中 脑子里要印进去 对吧 好了 印完以后 我们就要思考几个问题了 第一个就是假公司他这个股东啊 他不是卖方吗 我买你了啊 给你7.2亿我的股权 给你了8000万的现金 那我们刚才研究了什么呢 大家注意 我们刚才研究了这个卖方 他的税务处理 假公司的税务处理 也研究了啊 买方啊 乙公司他收到假公司股权的税务处理 对吧 但是有时候我们考试提供可能还会问另外一个问题 大家不要忽略 就是这个 是不是假公司的股东 他取得了乙公司股权呢 这个股权可不是从组标的物的股权 而是作为对价支付手段的股权 这里边的股权是对价中的股权 对吧 因为杨老师说了啊 我们家里买东西 要买个冰箱 要算冰箱的成本 我们站在快的角度 要考虑他的入账价值 那我们收到这个资产的话 就要考虑他的什么 计税基础 所以这时候呢 考试不问你 你不用管他 如果问你的话 实际上 他也可能问的就是 作为卖方的股东 他收到作为买方来说 对价中那个股权 他的计税基础是多少 这个大家注意了 那就是这句话 被收购企业的股东 假公司的股东 他取得收购企业 以公司作为对价支付手段中的股权的计税基础 那么这时候大家注意 依然以被收购股权的原有计税基础确认 那么我们有的题目中干扰 说我增发股票 对吧 然后我这个股票的话 这个原有计税基础多少 注意啊 那么我的这个原有计税基础 也就是说收购这一方 作为对价支付的股权的计税基础 不影响你这个股东收到股权的计税基础 因为在确认你这个股东收到股权计税基础的时候 用到的依然是被收购股权的原有计税基础 好 那么总结一句话 就是在股权收购这种情况下 啊 那么你把你的股权卖给我了 对吧 我在考虑我收到股权计税基础的时候 参照的是被收购股权的计税基础确定 当然肯定是什么 肯定是股权支付部分所对应那个比例的 对吧 那么好了 然后我作为对价支付股权的时候 你这个股东收到的时候 参照的也是被收购股权的计税基础确定 好 这就是我给大家案例 同一个案例 不同的从组方式下 我们能够感受他的税务处理不同 那么这些文字的理论描述的东西 大家不用刻意去记 脑子里还是要把我刚才给大家的这张表格 深深的印在你的脑海中 内化于你自己的脑海里 然后要回作题就快了 好了 那么接着呢 我们要思考几个问题了 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感觉这个事研究完了没有 你们说研究完了没有 那么我还拿这道题来说事了 那么假公司 你们是假公司吧 你们把东西卖给了 我买了 那么我们刚才研究了 你卖东西的时候 怎么确认所得和损失的问题 对吧 那我们刚才也研究了 作为已公司的我 买来的时候 把这个股权收到我的名下了 是吧 我不是支付对价吗 把这个收到我的名下了 我研究了 作为已公司来说 他收到股权的继续基础 因为你把那个8500股 卖给我了是吧 好像研究完了 卖方也研究完了 买方也研究完了 但是你们发现没发现 有个问题 是不是我给了你 7.2个亿 我的股票作为对价 没问题吧 那你收到了这个7.2一个股票的话 你是不是也得研究一下 他的继续基础呢 那我们说过了 那么企业收到资产 就要考虑他的入账价值 站在快的角度 那么站在所得税的角度 就要考虑他的什么 就要考虑他的继续基础 所以我们刚才研究完了 最基本的规定 但是如果考题中 他问的这么一句话 说假公司股东 取得以企业股权的继续基础 那你不要感觉很突然 原因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那我把7.2个亿 我的股票给你了 你就要研究一下 他的继续基础 所以这里边 我们所说的假公司股东 取得以公司股权的继续基础 这个股权可不是 从组标的物的股权 对吧 以公司收到这个股权 才是从组标的物的股权 就是我们买卖 那个8000万股的股权 而这个假公司股东 取得以公司股权的继续基础 实际上是什么 我们没写上去吧 是对价中的股权 是对价中的股权 所以大家一定要拎得清 这个问题问的是什么 到底是从组标的物的股权 那么从组标的物股权的继续基础 是谁研究的 买方研究 以公司 那么如果他问的是 假公司股东取得以公司股权的继续基础 一定要翻一下 这个是谁研究的 这个研究的是假公司的股东研究的 他收到的作为对价中的股权的继续基础 所以他不是从组标的物中的股权 明白了吗 他俩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纳税主体 他们各自研究股权的继续基础 虽然都叫股权的继续基础 但是他的研究的不一样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个是对价中的股权 一个是从组标的物的股权 好吧 但是话锋一转 他俩虽然纳税主体不一样 研究的对象不一样 但是他们的计税基础的参照标准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刚才说过的这个从组标的物 那么买方 我以公司在研究收到股权继续基础时 参照了什么 这个里边大家注意是原有继续基础确认 当然这里面说的什么 是股权支付的部分是吧 是吧 那是原有的 然后非股权支付的部分是什么 是公轮的 是不是 是不是这道理 这不是我们刚才这个表写了一下吗 对吧 是这个 是吧 那么他参照了什么 他参照的是原有继续基础 是吧 那么好了 作为对价股权的这个研究他的继续基础的时候 参照的也是被收购股权的 原有继续基础确认 行了吧 也是要按被收购股权的原有继续基础确认 所以他俩在计算时 你要找已知条件这个数额的时候 都要找被收购股权的原有继续基础 那有总老师那他俩不就一样了吗 你这么说对不对呢 只有特殊情况下才对 什么特殊情况下 如果我买你这个股票的话 一分钱现金都没给你 都给你的是我的股票 那这个就相当于换股了 对吧 我拿我的股票换你的股票了 那那个时候才相等 但这道题不等 为什么 因为作为乙公司我来说 我研究的是八千万股的继续基础 也就是我们说的 从组标的物 它的数量是八千万股 而对你来说 你假公司取得乙公司股权的继续基础的话 那么是以被收购股权的原有继续基础确认 只是多少呢 七千两百万股 我给你的指示 相当于七千两百万股所对应的部分 所以是七千两百万股乘以多少呢 乘以八块钱 因为被收购股权的原有继续基础是八块钱 所以是五亿七千六百万 所以他俩的数量是不一样的 那么作为对价股权的那个 他研究的是七千两百万股的 那么作为从组标的物的 研究的是八千万股的 只不过这里边说 这个百分之九十是原有的 百分之十是公伦的 但这个数量加起来是八千万股 所以他俩的这个区别一定要注意 总结一下 审题时一定要看 到底我们在研究股权计税基础的时候 是从组标的物的计税基础 那就是买方案例中的乙公司 还是研究的是对价中股权的计税基础 一定要审清楚这个题 对吧 好了 审完题以后 大家要注意杨老师说的 他们在确定这个金额时 都要看的是 也就是在题中找 被收购股权的原有计税基础 为什么要强调这点 因为有时候初期老师还干扰 说我作为对价支付的时候 把我支付时那个股权的那个 计税基础也劣势出来了 一毛钱关系没有 一定看的是被收购股权的原有计税基础 找到这个数字以后 然后要乘以对应的这个数量 那么作为重组标的物来说 这个数量是什么 是全部的数量 那么按比例 该原有的原有 该公伦的公伦 好 那么但是对 作为对价中股权计税基础来说 他只研究的是什么 那个7200万股 支付那个数量 就是股权支付那个数量 对他俩产生了数字的不一样 大家要注意 这个是我们思考的第一个点 我们考试一般不会考这个 但万一要考 大家按我的思路 要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事 还有一个事 就是在特殊重组方式下 大家注意 我们说他的一般重组方式下 他的所得就是卖方了 我们当然研究卖方了 他什么 确认所得是1.6个月 但是在特殊重组方式下 这个案例中 他只需要有10%确认所得和损失 就可以了 90% 也就是1.44亿 是不需要确认所得和损失的 那不需要确认所得和损失 就要做纳税调检谱 所以我们用间接法的思路来说一下 那他调检的就是90%的部分 直接法的思路确认的 那就是10%的部分 这两个思考的问题 大家要能够做到心中有数 做到心中有数 好了 那么整个这个特殊重组的核心问题 我们就给大家研究完了 然后我们也是链接一下教材中 他的文件规定 他的文件规定 我们一般重组方式也是 给了个表格 然后我们链接一下指示件 说一下就可以了 我记住当时还给他打X 你都不用去背 这个道理是一样 你脑子里刻画那个表格就OK了 那我们来分别说一下 首先说股权收购 那这个实际上刚才那个例题 就是最典型的这个股权收购了 那么我们要求满足什么条件呢 就是收购企业购买的股权 不低于被收购企业全部股权的50% 这就是我们说的五个条件中的第二个 且收购借在该股权收购发生的股权支付金额 不低于交易支付总的85% 就是我们说的那五个条件中第三个 那么我们案例中呢 就比这个要高 我们案例中那个是多少呢 8个亿的这个对价中 有10% 8千万是非股权的 7.2个亿是股权的 所以是相当于我们案例是90% 肯定满足了 对吧 这是说的这个条件 如果符合这个条件的话 他就可以选择特殊重组方式 那么按什么规定来呢 就是被收购企业的股东 被收购企业 那也就是卖方的股东取得 收购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 以被收购股权的原有计税基础确认 刚刚讲过这个事 对不对 刚刚讲过这个事 对吧 刚刚讲这个事 然后收购企业 那么谁啊 就是我们说的买方 对吧 取得被收购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确计 就是那个 8千万股 以被收购股权的原有计税基确认 当然这里面我们前提条件研究的是 这个90%那个案例中的什么 对应的股权支付的部分 那么非股权支付的部分 还是要工人价值 还是要工人价值 好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收购企业 被收购企业的原有各项资产和负债的 计税基确和其他所的事项 保持不变 对吧 资产收购说完了不用备 那么这些我们都结合到案例里去讲了 结合案例去讲 对吧 好 然后看看资产收购 资产收购 它的比例要求跟刚才的股权收购是一样的 我也不说了 这个50% 85%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转让企业取得受让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确 以被转让资产的原有计税基确确认 那么受让企业取得转让企业资产的计税基确 以被转让资产的原有计税基确确认 老师说的啥呀 为什么你读的这么快呀 跟刚才那个道理一模一样 跟刚才这个道理一模一样 有意思我们案例中讲的道理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个我们的标的物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资产的收购 好 那么你看 他说转让企业那就卖方取得受让企业买方 它的股权的计税基确 那不是我作为对价支付给你的是这种股票吗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你取得了 你就要研究就以被转让资产的原有计税基确 对吧 那么同样道理 那我把你这个标的物买来了 这个标的物不再是我们刚才案例中说那个股权了 而是什么资产 那么受让企业买方取得卖方的资产的计税基确 就是什么 被转让资产的原有计税基确确认 对吧 当然我再次强调 我们说的都是什么都是股权支付对应那个比例的部分 所以这块你不用看 我们都揉到了刚才那个案例中讲那个道理一样只不过标的物发生的这个变化 最后还都是要脑子里刻画这个表格 这里边我们说的实际上是这块 所以我再强调只针对的是股权支付的部分 对吧 那我刚才在讲这个大的前提的时候都说了 我们研究特殊从组就研究特殊从组股权支付的部分 但是我们为了大家理解更方便 所以把非股权支付的部分放在一块的 这样的体现一个比例的思路 这也是一个硬考的思路 所以这块大家你一定要思路清楚 你别给我预团降火 那么我为什么说这块打X 就是你要听完以后把这个过程把握了 这些你都不用具体去看 你越看你觉得越乱 你不用去看 然后说说这个企业合并 企业合并呢 就是股东在该企业合并发生时取得的股权支付金额 你要是想按特殊从组的话处理 也是不得低于交易总额的85% 就跟刚才一样 就说我买你东西的话 那么85%以上都是这个股权支付的部分 或者是同意控制下 且不需要支付对价的企业合并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选择以下规定处理 其他你什么都不用管 这时候我们要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我在一般从组方式下 我做过这么一个手势 你们还记着吗 就是在一般从组方式下 这个截转弥补是绝缘的 根本不存在合并分离时截转弥补的问题 但是在特殊从组方式下 企业合并的情况下 我把你合并了 你这个企业有亏损的话 那么可以由合并企业 可以由买方弥补的 被合并企业卖方的亏损 注意不是你亏多少 能拿到我这儿弥补多少 不是这样的 我们是要怎么的 要算限额的 这个公式你要背一下 那就是被合并企业净资产的工人价值 然后乘以截止合并 又发生当年年末国家发行最长期限的国债利率 这个公式要汇用 要汇文字表述 要汇文字表述 汇用就是计算题 文字表述就是回答性问题 那么注意他的国债利率成的是什么 截止合并又发生当年年末国家发行最长期限的国债利率 那么举个例子 说摩托车厂合并立家小型股份公司 股份公司全部资产的工人价值五千七百万 全部负债三千两百万 未超过弥补年限的亏损是六百二十万 那么这时候呢 他俩谈的时候呢 这个摩托车生产企业给了股份公司的股权支付是两千三百万 银行存款是两百万 那么也就是他符合特殊税务处理条件中的这种股权支付占比 要超过百分之八十五的要求 当然同时四个条件也满足 那就选择了特殊重组方式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告诉你了 这个啊 最长期限的国债利率百分之六 那么你能够弥补的亏损 不是说亏多少 你弥补多少 最多是多少 净资产的工人价值 那这里面没告诉你净资产呢 那就是资产减负债就是净资产 对吧 所以五千七百万减去三千两百万乘以百分之六 那这个就是一百五十万可以由买方 也就是我们说的合并企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的时候 作为亏损弥补额进行补亏 这一百五十万要回算 那么我们考这个小题 那就是一个计算型选择题 如果结合到大的案例题中考 同学们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你正常算完以后就按亏损弥补的原则减去那一百五十万就可以 没什么新鲜的 跟大题结合也非常简单 会算算完以后 最后算应纳税所得是别忘了减就OK了 对这个点很重要 对不对 好了 然后说说这个分立的问题 分立的话呢 也是要求这个股权支付的这个金额不得低于交易支付总额的85% 对不对 然后可以选择按以下规定处理 这个其他的你都不管了 我就强调两个点就可以了 第一个 我们在一般重组方式下 是不是说分立的话 也是那个亏损 结转弥补是绝缘的 对不对 但是在特殊重组方式下 刚才我们说的合并可以限额进行亏损弥补 那么对于分立来说 也是被分立企业 就是卖方未超过法定弥补期限的亏损额 可以按分立资产 占全部资产的比例 按比例进行分配 由分立企业继续弥补 所以在特殊重组方式下 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能掏出来 在一般重组方式下 我出这个你就啥意思了 是吧 那么在特殊重组方式下 没有这个 合并和分立的情况下 都可以按照一定的计算 确认可以弥补的金额 这一点大家要知道 要知道 当然他不如合并 那个重要合并是要计算的 这个是按比例分配就可以了 就比较简单了 你分立出去的资产占比是多少 一分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说说第二个点 这个点呢 也是考试 没有设计过 但属于盲区 有时候我们考试 找点小盲区考一考 那这块呢 重在理解 要理解了 他就非常简单 这个就相当于一个 买卖东西的思路 什么意思呢 就是被分立企业的股东 他可能会取得分立企业的股权 那这叫什么 这叫新股 对吧 那我们还是那句话呀 只要收到资产 股权就是资产 就要研究他的计税技术 就像会计收到东西 就要研究物上价值一样 就像我的老妈买东西 就要研究花了多少钱一样 这都是下意识的 对吧 所以被分立企业的股东 他取得了分立企业的股权了 对吧 这个企业分立出去一部分 然后我这个股东呢 在分立企业中有股权 那那个股权 我们给几个小名 叫新股 那就研究了 哎呀我这个新股 他的积水基础是多少 就这么个意思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买卖东西的思路 如果说 这个被分立企业的股东 要想取得新股的话 他要放弃原持有的 这个被分立企业的股权 也就是放弃旧股 然后在那个 来分立企业那块 取得新股 那这时候是不是就相当于 我不就是拿旧股买新股了 买卖东西的思路 所以这时候 新股的计税基础 就是放弃旧股的计税基础 就可以了 所谓旧股就是我们说的被分立企业的股权 对吧 那就相当于我们在被分立那个 这个原来那个公司不当股东 到新的那个公司 新分立出一个公司当股东了 这种意思 对吧 所以你看你自己就想嘛 那不相当于拿旧的买新的吗 所以呢 新的就等于放弃那个旧的 就对了 对吧 这是第一种情况 就是什么 我得放弃旧的才能拿到新的 第二个就白来的 旧的我还有 我不放弃 对吧 然后我还在分立出去 那个公司有股权了 那是不是也要研究 它的计税基础啊 那你要省事的话 这是我白来的嘛 所以新股的计税基础为零 这是一种思路 对吧 如果不放弃的话 第一种就是省事 这个我新股是白来的 因为在旧的那个公司里啊 也就是被分立的公司中 还有股权呢 所以我新的那个就像那白来的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要明算账 对吧 这是另外一种思路 什么呢 就是以被分立企业分立出去的净资产 占被分立企业全部净资产的比例 我先调减 原持有旧股的计税基础 按这个分立比例调减旧股的 那调减出什么数据呀 然后我除以新股的那个数量 就计算出了每个新股 它的计税基础 那么这叫什么 调减旧股 然后怎么的 在平均分配到新股 就是买卖东西的思路 不放弃 那就两种小思路 对吧 或者我认为是白来的 或者是我按比例进行分配 所以这块大家注意啊 不考则要考的话 你再把我刚才讲的东西 用这个理解的思路把它打出来 就可以了 不要认为它有多高大商 就是买东西研究一下 它的这个计税基础的问题 好了 这就是我们讲的 全部的特殊重组 它的税务处理的重要规定 尤其是那个表格 再次强调要刻画到脑子里 好 那么这样我们就把 特殊重组最核心的内容 给大家介绍完了 最后你流到脑子里 就是那张理解的表格 以及它的亏损弥补的问题